起来 上课啦 通过乐器及声音传递来模拟各种声音的表现状况 或是以绕口令的方式来训练孩子们不同的声音表情 初试七速 初试七速 昨天乡泰美亲子图书馆 暑期这档小小主持人裴训营 相当特殊 虽然首次办理 但报名却很踊跃 课堂人数可说是大爆满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都做过小小主持人的培训 国中高中 那第一次做到有小学生其实 那其实我觉得 做主持或学习说话 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让听的人觉得很舒服 说的人其实也轻松 那有这样的能力的培养之下的孩子 我相信他在未来长大 不管是求学啦 工作啦 都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透过小小主持人营队 学生们可以透过互动游戏 来学习声音的变化 包含如何发音 如何使用不同的声音表情 甚至怎么沟通及对谈 都是学习的重点 就是可以学到如何不用脖子发声 可以利用胸腔音 或者是肚子的音发声 就是用不同的部位去发声的 音高都不一样 这堂课让我学习会让我们培养勇气 会让我们有勇气 然后也学到了在对的时间 做对的事还有说对的话 学习如何当一个主持人 其实对孩子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课程 就是孩子们他以后在班级上 他有时候可以主持他们班的同乐会 或者是班会 长大以后呢 比如说他大学了 也许可以主持营兴兴活动啊 演讲啊 出社会以后 这个应用的项目就更多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 其实是非常实用的 透过培训营说话的训练 让孩子们更勇敢表达自己 提升临床反应及沟通能力 未来也能将所需运用 不管是在求学或工作的过程 都能发掘出更多的可能性 屏东新闻 不一听张志豪采访报道 并且感到所有人在做一些 冲结课的原因 我如何认识考虑